慈濟新雅獎學金得主 陳士軒和媽媽兩人 逆境中有道門為他們敞開 有一次她告訴我 我們家大人永遠為你敞開 這句話我聽得真的很感動 那就像我們娘家一樣 慈濟志工在照顧護和弱勢學子眼中 多功能 多角色 不是自己一個人 然後就是因為師傅他們都會定期廣話我們 他們就像我們的那個心事垃圾桶 就是只要有心事就告訴他們 然後心裡就會減低很多負擔 給的不只實質獎學金 還有滿滿的關愛 讓一路領辛亞獎學金長大的曾巧文 出社會工作後 每年都會在此時帶善念而來 今天也是帶著弟弟們一起過來 那就是把我們平常累積的善款 就是一樣在投入功德海 那希望能夠一直循環來做這個 跟善文一起完成這個 就是說應該是說 幫助大家的一個事情這樣 新竹區207位學生獲得新亞獎學金 現在的手心向上 同時也是為了捧起書本 拓寬視野 給自己的未來更多可能 帶新聞珍善美志工新竹報導 趕緊在這期目 就是把很生長的